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成为不论何时何地都能积极地活动的人吧 不愿天 不由人 下学尚上达 这知其所无 愿望其所能 积极者不如好积者 好积者不如乐积者 积极为积极 不积为不积 总是一个人习惯性地重复同样的单调工作时 例如整理房间 放后的梳洗工作 洗盘子 洗脸 车站的往返 上下班途中的电池里等 做这些事实 每一步 每一次呼吸 都在头脑里 都在头脑里 重复内容 深奥的文章 歌 座右铭等 反反复复复 明刻于 明刻于 血管 血管 骨髓中 进行骨髓中 进行品味 鉴赏 养成这样的习惯的话 学习的时间就会无限地产生出来 总是无所事事地 在自己的狭窄心胸中徘徊的话 就会麻醉于恶性循环 成为锦底之蛙 变得不能客观地从大局来观察事物 会在不知不觉中迷失人生的意义 陷入恶心里糊涂的人生 如果能养成把纵贯古今东西 超越了时空的英语 语言的技能 格言 名言 用英语或其他语言记录下来 放在口袋里 或是贴在工作现场 办公室 厨房等 仿佛品味 备送的习惯的话 饭了后的收拾工作也会变得快乐 由于过分着急而打碎盘子等 情况也会消失 要说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把这些名言 反反复复作为 自己的东西消化 吸收是非常重要 非常有益的 也就是说 是因为这并不单单是语言的学习 而且是人生有限时间的有效利用 乃至是关于人的活动 事业及其他的全部生活 和人类学上的先辈直接共有思想 并进行讨论的主动的积极的行动 例如 司法考试等活动中 最枯燥无谓的工作是宪法 法律等的背诵 这是非常必要 不可缺少的 但是 把那些法律条文 像以上所说的那样 融入生活 反复体味与具体的现象 时间相比比较和相对照 要从一边阻绝 一边吸收消化的习惯的话 不用吃任何苦就能领会 面朝书桌 四季应配的被动的学习司法 不断浪费时间 而且精神上会变得推废 大学等的入学考试等 也几乎都是四季应配 是使孩子们心灵推废的元凶 通过英语 切身体验圣经 沙西比亚等 通过汉语 切身体验 论语 三国籍等 更不用说 关于外语 即使从孩童时期开始学习二十年三十年绝大多数的人 也不能成为翻译 随着年龄增长而放弃努力 在仅有一致的人生中 没有挽救渐渐微弱的努力 到最后以劳尔无功结束 是非常可悲的事